这块肉我们这里叫夹心肉 这个肉呢拿来多肉比特别香了 也很嫩 我们来把肉剁成肉末 接着我们把肉末打散 平和在盘子底部 碗里打入3个鸡蛋 然后再加入蛋液1比1的温水 加入半勺盐 再继续搅打均匀 接着拿个滤网 把鸡蛋液过滤进来 在鸡蛋液表面撒上少许虾皮 水开了之后呢就给中火蒸上5分钟 淋上少许蒸一些油 再淋上一点花生油 撒上少许葱花就可以开吃啦 我们这个肉末虾皮蒸蛋 蒸出来口感很嫩滑 有肉有蛋有虾皮 营养很丰富 特别适合小朋友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